本地精英杯分組賽 東方龍師在旺角場營戰標準流浪 之前一個星期大好刑石下 被香港飛馬反勝 兼將榜首位置拱手襄揚 這場球只要拿三分 就可以壓過結智做一哥 王威腳面一彈被守衛刪走了 跟守余子藍牙贏潘柏安爆入禁區 大見流浪軍衣的反應就知大事不妙 余子都想慈安慰一下他 潘柏安手臂手傷不能夠繼續 要由踢過東方的日裔球員北川竹入體 這場倒過的又怎知得他 反貪先鋒基南馬接應佛球一批 東方門將曾文輝落地夠快 曾經北上中超搵食的Kiki 對著舊東家認真沒面子比 不過今次撐龍舟就不中目標 東方站穩陣腳後搶回主動 鍾偉強咬腰起腳按得太棒了 還記得兩對手循環對碰 劉龍因為換賽人被判淨輸三顆 之後三場分組賽全部都輸了 不過東方都很明白 贏球最好靠自己 電單車艾華頓上下半場連環開攻 都總是忘記帶隊射門鞋 賽制規定每隊必須派出最少3個U22球員上陣 贈標是緊要 但對於陣中年輕球員來說 有良性競爭都是好事來 除了剛才省中仁的陳正謙 還有出球的波磨浩謙 以及去年短暫去過蒲甲的魚之南 掃把腳抖過去緊緊高出 無毒有偶 對家後備入替的歐陽耀聰 之前都去過葡萄牙打滾一段時間 東方近年都積極發掘具潛質的青年軍 送去外地聯賽學法 未來回饋香港足夠 美段馮興華將個球送入網 不過見他攤大手掌 一年無奈感 就知月位吃炸糊 結果兩隊發定時間 連同保時93分鐘 不是 是92分40秒 球證吹雞 完結這場胡椒白卷的賽事 東方以轎街對賽成績 令阿傑茲重登榜首